2022年下半年汽车销量就止跌回升 上半年的时候负增长6.6 到了下半年在这个政策推动之下 正增长10.7 新车销量最终新能源汽车占比 有2021年的八分之一 一下子增长到了四分之一 就说这个每八辆车有一辆 现在变成四辆车里面就有一辆是新能源汽车 这是汽车 此外还会同相关部门 推动绿色智能家电消费 绿色建材下乡 餐饮业方面也出台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推动餐饮消费 恢复发展 这是在大东消费